小玉 大宝小宝 康叔叔 我好想你啊 康叔叔也想你们 大宝小宝 康叔叔给你买了点吃的 谢谢康叔叔 大宝小宝 怎么是你们两个在家 你们妈妈呢 妈妈在前面干活呢 大宝小宝 你们两个在家里面 你们不害怕吗 我不害怕 我要在家里照顾弟弟 大宝 真能干 大宝 我们把东西拿到里面去好不好 好 来 小宝让我来好不好 小宝 哇 小宝真厉害 走小宝 小宝 想不想喝奶奶呀 小宝 想 叔叔给你打 好不好 来 他叔叔给你打 小宝开心吗 小宝 来 喝奶奶 大宝你喝不喝 哥 来 康叔叔给你打 我打了 来 谢谢康叔叔 小宝大宝 我们去找妈妈好不好 好 走 去找妈妈 走 康叔叔要到了 妈妈就在那里 走 我们过去找妈妈 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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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过来了呀 小宇 你怎么又一个人跑这么远过来干活啊 没有办法 这块土地远 小宇 你都挖了这么多了 慢点 哦 对啊 今天早上天刚亮就出门了 然后我这个放在路边都已经很多大宇 你没看见啊 刚才我上来的时候签的小宝没注意到 小宇 小宇 其实 你不用这么辛苦的 没有办法 你看 那个 这一块田 不把它弄完的话 这个 我那个树菜苗 也开始长大了 也要开始摘了 小宇 你其实真的不用这么辛苦的 对了 小宇 我上次跟你说的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康大哥 我再考虑一下吧 毕竟 你看 我店里面也还有这么多人 你还没有干 我怕这些东西 烂在地里啊 浪费啊 好 小宇 那你考虑好了 就跟我说 对了 小宇 你看你都挖了这么多了 你们早上 是不是来得很早啊 我早上几点就出门了 六点都出门了 那不是天都还没亮 小宇 那你应该还没吃饭的吧 我有呢 你看 这个 我每天晚上 这个 做饭的时候 我就喂了红薯的 然后我早上出门出的早 我就把它带着 吃个红薯就行 小宇 你早上这么早起来干活 你就吃这个怎么行啊 够了呀 这个而且也很充气 看那个 你要不要尝一下 小宇 谢谢了不用 我吃了的你吃吧 小宇 你看 现在天色也不早了 马上就要黑了 你就先别干了吧 我们回去好不好 这不行啊 你看 我今天要是不把它弄完的话 我明天又过来 又 又太远了 所以说我今天来都来了 要把这一块弄完了 我再回去 你 你等一下 帮我把这个大宝小宝带回去嘛 因为我这个地方 肯定还有一段时间 肯定要添坠了才回去 你就帮我把它送回去 好小宇 那我先帮你把大宝小宝带回家 好不好 你看天色也不早了 你等会儿 早点回来好不好 行 我弄完了就回来 大宝小宝 走 我回家了 没有 来 来 小宝快过来 就回去 他妈妈就回来 你就把他俩先带回去 不然的话 在这我不方便的 来 好小宝 来 好吃吗小宝 小宝你看小宝多 小宝大宝 那麻烦他们就把他带回去了 好没事 那我就先把他们带回去吧 小宇 好 你早点回来 好 来走 走大宝小宝 走 把弟弟牵着 慢点啊 小宝大宝 小宝 红薯好吃吗 好 小宝 你是不是肯定饿坏了 对不对 饿了吗 大宝饿不 饿了 你们在这等康叔叔 康叔叔去给你们做好吃的 好不好 好 好 那你们进去等叔叔 叔叔去做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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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宝 买出来了 快过来 大宝小宝 好香啊 大宝小宝 大宝小宝 你们饿了没 太饿了 我们把这个拿过去 跟妈妈一起吃好不好 妈妈一个人在地里 应该也很饿了 好 大宝 你快去把那个烧鸡拿过来 咱们装过去给妈妈 来 我们一起装 大宝小宝真乖 大宝 你把这个拿上 我们一起去找妈妈好不好 好 大宝 小宝 走 走 小宝 大宝 走 对 走 大 小宝 快点 小玥 小玥 大 怎么又来了 小玥 你这是干嘛呀 你怎么还收饭呢 小玥 我不是想着你那么早出门 你饿坏了吗 这怎么好呢 麻烦你收饭 闻起来都很香 很美味 就是不好吃 小玥 小宝 你不是给妈妈拿了牛奶的吗 你给妈妈呀 是 对吧 你还没吃饭呢吧 嗯 我也还没吃呢 小宝 给的不错 谢谢小宝 好啊 大宝 来 我们一起吃 嗯 谢谢大宝 小玥 你看你一天一个人干这么多活 老是吃那个红薯怎么行啊 那一会儿起来的岛呢 都没有时间做饭 你看你都这么瘦了 小玥 以后不能老是吃那个了 来 小玥 来吃点肉 来 我给你加热 谢谢 你要多吃点肉才行 小玥 你看你都这么瘦了 小宝 小宝 快吃 小宝 我给你加肉 来 小宝 来 快吃 老王 我们一起吃 小宝 好 I can't 我看你 你从来都没有做过饭的 你今天做饭不见太感动了 小玉 这是我第一次做饭 好吃吗小玉 嗯 好吃的 第一次就做这么好 真的吗小玉 别骗我 真的 喜欢吃吗小玉 你喜欢吃我以后经常来给你做好不好 康大哥 今天真的是你第一次做饭吗 小玉 今天确实是我第一次做饭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真的吗小玉 嗯 哎呀小玉 我就随便买了点 我们两个 你就别跟我客气好不好 嗯 对了小玉 你看 这天色也不早了 我就 准备先回去了 等会儿 天太黑了 是 你看那个 你在这等我一下 是 啊 等你一下 你去干嘛小玉 你去干嘛小玉 什么神神秘秘的呀 小宝大宝 你们这次在干嘛呀 我在大高塔 小宝 对不起 哎小玉 你这是拿着啥呀 你怎么这么神神秘秘的 嗯 一个围巾 哇 我想着这天气不是太变凉了嘛 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要送你 我就想着 你这一条围巾 不 就是一只影线吃的 这个颜色 我可以不知道你死了什么 行啊小玉 你的手好巧啊 你白天还要在地里面去干活 还要用你其他时间来帮我制围巾 从小到大 还没有女孩子给我吃过围巾 小玉 你能真好 这个围巾 我就收下了 看那个 我帮你吃一下吧 好 小玉 谢谢啊小玉 还挺好事的 好看吗小玉 我带着 小玉 我相信 你这么勤劳 以后 一定会越来越好了 我接常在这边 谢谢啊 谢谢啊